一下 做一個那個VBA 這個就是再把這一個複製過來 那這個頁面工作表裡面要做什麼事呢?也是一樣將來兩按鈕一個計算一個 清除 我要怎麼樣讓那個VBA自動去做事情幫我填上資料在這裡 其實你們剛剛在那個 這個聚集裡面其實就已經錄下一些東西了 只是說我們可以把聚集的部分 再稍微做一個修改 比如說各位錄下來之後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ActiveCell.Formula 然後面的話會加一個R1C1 不過特別注意R1C1是一個相對的位置相對的坐標 所以你還要去算什麼 R就是Roll 以那個E1那個當坐標然後相距為相距多少 所以這個地方他錄下來的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對我們一般人來講理解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通常你就當參考 那我們要如果要自己撰寫的話不會這樣做 那要會怎麼做我等一下示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就是說 希望在這邊填上公式 那公式部分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 那怎麼樣去建立那個VBA 一樣首先切到 開發人員對不對 那開發人員接下來我們不是錄製啊 所以我們是直接切到VBA這邊來 所以你就晉升一級了 剛剛是聚集 現在晉升到VBA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常常有同學切進來之後 第一個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怎麼樣呢 一進來之後 就這樣子 還想說 糟糕 再切一次 什麼都沒有 就開始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的時候因為你不小心關掉 因為有的人就習慣 習慣性會一直通通把東西關掉 那沒有關係 我們 環境先認識一下 下一次你遇到這種總管沒有關係 只要找到頭就好了 頭的話就是所謂的 檢視裡面的 叫做專案總管 他就是專案總管 所以如果以後 你的畫面 通通關掉 沒關係 你就把專案總管叫出來 你再去做後續的設計 就可以了 為什麼 第一個 你專案總管叫出來 他這邊就出來了 然後呢 你要再來的話 你要設計的話 基本上呢 你會看到現在的專案 我們是EX EX這個 這個是一個專案 那專案裡面的話呢 他裡面就會秀出什麼 秀出工作 物件 底下會有工作表 那工作表裡面呢 主要的結構大概是這樣 那你要怎麼樣開始撰寫 VBA程式 我剛剛有講過 你如果錄製聚集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增加 所謂的模組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錄製過任何聚集 也沒寫過VBA的話 那就沒有任何聚集 所以你必須第一個動作 在這個專案上方按右鍵 插入的什麼呢 模組 如果你沒有模組就沒有加 沒有辦法寫程式 所以第一步 你要先新增一個模組 好模組 打開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下面就多一個模組 對不對 並且他會在你的右邊 增加一個編輯區域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去增加無數個 VBA的副程式 一樣 其實聚集 就是副程式 VBA也是副程式 只是聚集是 It's here 幫我錄下來的 VBA是你自己寫的 應該了解意思吧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插入裡面有一個叫 他其實或者叫 副程式或者叫程序 在裡面他也叫做程序 Sub 名稱比如說我們叫做給他一個名稱叫做計算好了 比如說你要 這個名稱 OK 好那按計算之後按確定 好確定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 他自動幫你增加一個叫Sub 計算 小瓜糊 然後一個 And sub 那前面那個public 沒有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他 將來 要不要把這個module分享給別的專案使用而已啦 不過這一點也不影響 你沒有public Private也沒關係 好 好 好